好,那我們來講一下,上次我們講到的木星Jupiter 那事實上呢,我們乍看之下,現在目前就看到好像一個球體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呢,木星是有環的 然後呢,它的環當然就是其實非常不明顯 必須要有太空船,飛到那附近之後才可以拍得到 那之前有跟各位講過,那個太空船飛過去的那個太空船是 那個航海加二號,航海加二號的太空船 那航海加二號是幹什麼的太空船 這個當然我們現在沒有介紹到一個主題叫做搜尋外星生命 那事實上呢,那個航海加一號二號其實就是 我們地球上的人發射了一個無人太空船 然後主要目的是飛出太陽系到別的地方 然後看看有沒有可能降落到一個地方是 或者是墜毀到一個地方是有生命的一個行星上頭 然後它撿起來之後可以看上面的東西 可以去知道怎麼樣去找到地球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剛才講的航海加二號這個飛行船呢 它同時飛過了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四顆都飛過,所以有拍到很多照片 所以我們大多數在網路上看到的很多的很清晰的這些照片 有很多都是航海加二號當時拍的 OK 好,所以現在回頭來介紹土星 土星就是我們的第六顆行星了 那土星呢也是一樣最早過去以前肉眼就可以看得見 然後呢它距離太陽有9.56個AU 將近10個天文單位了 10個天文單位呢 然後呢它公轉29.5年 29.5年 這個呢有點接近那個數字叫做28 28 各位想到28會想到我們天文術語裡面有一個28什麼 來有沒有人要舉手回答 也是加分 或者是天象當中什麼東西跟28是有一點相關的 來,你說 28元 差一點點 28那個秀 對,OK 28元 那只有三元而已 28元 OK,不錯 好 然後呢 一個是28秀 還有一個東西跟28的數字有關係的 什麼 天體的東西 各位想一下想看 什麼跟28數字好像有一點接近的關係 我們常看得到的 有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常看得到它在天上的 好,來 月亮繞地球一圈 很好 不錯 就是月亮繞地球一圈 好 所以呢 來 剛才那個 那個 我們 所以 我們現在來講28 我們先回頭先跳出來講28秀 28秀 為什麼會用這個秀這個字呢 感覺就像住一宿 住一個晚上 OK 好 住一宿 所以這牽著到 現在目前有很多人想說 為什麼中國古星空 要把它這個 整個一個環狀的 設為28秀 第一個 就剛才講到的月亮 大多數大家 比較意思主要指的是月亮 月亮 一個晚上 會在一個秀 住一宿 隔天 會移到下一個秀 再隔天會移到下一個秀 當然它是慢慢移動的 它是慢慢移動的 但是你就是 你會感覺 這個晚上 它就在這個秀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欸 這個月亮在 在那個天蠍的頭 那就叫做 防秀 好 隔天 它就移到了心臟的地方 叫做心秀 再隔天就移到它的尾巴了 叫做 微秀 再隔天就移到下一個星座 就是人馬座的前面 弓箭那個地方 有一個叫肌秀 然後肌秀在下一天就變抖秀 OK 就是月亮一個晚上 會住在一個秀 住一宿 這是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就是這個 土星公轉太陽 是29.5年 有一點點接近了28這個數字 所以呢 也差不多是這樣子喔 差不多是這樣子 土星每一年 大概就待在一個秀 待一年 明年 它就移到下一個秀 然後好像它就是在那個地方 待上一年 坐鎮 坐鎮在那 所以 又稱它叫做鎮型 OK 這有連帶的關係喔 它的自轉也很快 它是第二大的行星 但是它自轉也很快 也是10.7個小時就可以自轉一圈了 然後它 因為我說它的 整個體積 那個整個都是氣體 氣體的星球 它的密度 它沒有像土星那麼大顆 木星那麼大顆 稍微小一點 那這樣大多數都是氣體 所以它中間也沒有很致密 導致於它整體的密度 0.69 所以比水還小 所以有人說 如果你拿一個夠大的水盆 裝滿的水 把土星丟進去 它是會浮在水面上的 OK 然後呢 衛星也有60多顆 已經快逼近木星了 然後呢 重點是 一個是它的環 非常明顯 好它的環非常明顯 最早看到這個環的人 一樣是400多年前的那一位科學家 叫做伽利略 他那時候用它不是很精密的望遠鏡去看它的時候 他當時的畫 他當時畫這個木星 這個土星是 這個土星環 他那時候不知道那是一個環 所以它是這樣子畫的 它的土星它是這樣子畫的 他這樣畫 所以他會以為 而且那時候也是伽利略自己認為喔 他認為這個土星 有長耳朵 有長耳朵 欸很特別的甜品 可是呢 他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 再回頭看它的時候 耳朵不見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土星的耳朵突然不見了 以為上天在跟他開玩笑 所以從此不敢看土星 伽利略從此不敢看土星 可是它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當時伽利略不知道 不知道它是 這是它表面上的 它的周圍的環 環狀結構 他不知道 但是問題在於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這個環狀結構原本是這樣子的 可是這種環 會類似 它的心體會是類似這樣子 會這樣子擺動 OK 所以呢 現在如果我說 我現在的這個面 你看我的 我的手掌 可能很大 側面就很薄 那今天 你如果這樣側面面對各位的時候 各位就會看到 感覺只有一根手指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那事實上 它的這個環又很薄 非常薄 所以當它側面側過來的時候 你看 它慢慢 側到這邊 當然最後還有可能是側成一直線的時候 我們地球上是看不到那個環的 地球上看不到那個環 所以當時在 戈利略觀測的時代 就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被 被嚇到了 這戈利略被這個嚇到了 以為是上天跟它開玩笑 所以從此不敢看它 不過呢 真的很多第一次看過這個土星的人 都會覺得 它真的是 一個 很假的天體 很假的天體 很像一個畫好一張圖 掛在 掛在望遠鏡前面的感覺 那土星的衛星 它其實比較著名的 現在 就是不能說著名 比較被人重視的 有兩顆 一個是叫土衛二 恩瑟拉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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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這個 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土衛六 泰坦 這兩個個有什麼特別呢 最早本來是泰坦 是比較有名的 主要是因為 它上面 看起來像什麼 有大氣 有沒有 感覺有大氣 在所有的衛星當中 有大氣的幾乎 幾乎沒有 比較特別的 我剛才講的 上個禮拜 禮拜一 有跟各位講過 一個就是 那個 木衛衣 會噴火山爆發 很特別 那它呢 是有大氣 然後呢 後來我們有 有一個太空船 有一個太空船 有飛到那附近 然後甚至降 降下一個 它的子船 叫惠根四號 降下去 然後呢 發覺 欸 它有大氣 甚至降到它地面上 還有海 可是問題是 它的海 跟我們海的成分不一樣 它的大氣 也是跟我們大氣的成分不一樣 它的大氣 比較偏 甲腕 比較多 偏甲腕比較多 OK 那至於甲腕呢 欸 現在甲腕這個東西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欸 什麼是甲腕 化學師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來 CH4 CH4 很好 OK 甲腕是CH4 那 其實有很多生物 會製造的出來 就是放屁 這種東西會製造的出來 所以呢 天文學家現在也想出一種方式喔 如果我去觀察外面的行星 只要看到 因為甲腕不是所有的行星都有的 很少啦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當然這個是比較特例的 如果行星上有甲腕的話 那有可能它就是有生命 外面的東西 所排放出來的東西 所以反而現在有很多科學家也在找 其他外面的行星有沒有甲腕的成分 那時候你知道啊 那個在 孫維新談天的廣播裡面 廣播單元當中 那個孫老師有提到這個東西 提到了之後 那時候主持人叫張大春 就馬上跟他講一個 地球上有一個生物是不放屁的 哪一個東西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哪一種生物不放屁的 答案是 蟑螂 蟑螂不放屁的 所以呢 那個什麼 那個 張大春就講一個方法說 所以呢 要殺蟑螂有一種方式 就是把發粉 你再去弄上那個什麼 他喜歡吃的什麼 可能澱粉類的東西啊 或成一團 然後你再去一小顆一小顆 那張大春吃了之後就會鼓氣 鼓到最後的結果呢 他因為無觸排氣啊 結果是怎樣 爆掉 爆掉 不過我覺得這種 這個方法太噁心了 因為你爆掉 萬一真的是爆掉 那盜破長流在那個地方 是在那個 那 你知道嗎 我後來 有一次我在 我們在帶那個 天文館的活動 要帶上陽明山 然後我們也要做一些生態解說 那我就 我就開始 那個 那時候是 去 應該是去年 對去年的 去年的教師儀 是 等於說參加的都是老師 然後有一次我就負責講師 講生態的東西 然後我 那次生態 有一次在 那個 我們當然是沿途會導覽 那另外 到了一個定點之後 我們又要講一個定點的生態 可是那個定點就是 在一個 那個冷水坑的一個 一個 觀景台上面 那也沒什麼植物好講 我就乾脆 那時候要講 大概20分鐘左右 我就開始講什麼 蟑螂跟蜘蛛 蟑螂跟蜘蛛 他以為說蟑螂 蟑螂 像比如說蜘蛛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事實上 蜘蛛算是比較異蟲 蜘蛛算是異蟲 所以真的 那個 家裡如果出現什麼 拉牙那種東西 千萬不要把它打死 因為牠是會吃蟑螂 牠是會幫你吃蟑螂 就是你家裡有蟑螂 牠就是要 牠在你家 就是幫你吃蟑螂的 然後呢 如果說 你家的蟑螂吃完了 牠自然就會離開了 所以真的 那個 那至於說到蟑螂 蟑螂 在座有人會怕蟑螂嗎 應該還蠻多人怕的 而且我發覺 常常碰到 是有男生會怕蟑螂 有很多男生會怕蟑螂 然後呢 有一次你知道嗎 有一次那個 我們 那個 電腦中心裡面的一個同事 然後有一次到太魯閣去玩 然後呢 欸 突然看到一隻 那個什麼 我們在太魯閣那邊住宿 那個 那個志工 那個 晚上休息的地方 有一個等於住宿的地方 然後 那個 門口 欸 有一個蟲在那邊爬 那個蟲看起來有點像山葉蟲的感覺 我覺得 長得有點像 小小隻啊 小小隻 他會有這樣子 大拇指跟獅子 框起來的大小 然後有點像 山葉蟲的感覺 咖啡色的嘛 然後在地上爬 然後呢 我那個同事呢 他其實是怕蟑螂 欸 他看到那個東西 那個小小圓圓的 的東西在那邊爬 他還說 欸 好可愛喔 蹲下來還在摸它 欸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叫匪簾 匪簾 匪簾怎麼寫 匪簾 呃 我不確定你字有沒有寫錯 欸 簾 欸 糟糕 好 打字打多了 簾 簾怎麼寫簾 欸 蛤 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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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簽簽 我知道是簽簽 我看 OK 各位知道了就好了齁 大概是這樣寫 匪簾 然後呢 他說 匪簾啦 好可愛啊 他一直在摸他的背 就是摸他整身 好可愛 匪簾是好可愛 因為他不會 他走得慢慢的 不會跑很快 他就在摸 那我就說 這是匪簾 他說匪簾好可愛 我說匪簾就是蟑螂 結果他這個 整個他本來蹲在那裡 在摸好可愛 突然一聽到 匪簾就是蟑螂 整個哇 整個跳起來 我就想奇怪 他本來覺得可愛的東西 為什麼只要名詞一不一樣 他就嚇成這樣子 OK 那事實上 蟑螂 像我我也提供給各位 幾個沙髒的方式 像各位都什麼沙髒 拿拖鞋打 你想看拖鞋打 那鍍破腸流出來 你們不是 聽說他有什麼 那個細菌一大堆的 DDT喔 那個就是洗衣粉加水 欸 很好 很好 背 不是背 不是噴背 噴肚子這一側 噴肚蟑螂 那個不是用背 不是 肚子 肚子側 有氣孔 欸不錯 他講的方法很好 就是 就是用那個 肥皂水 肥皂 蟑螂其實 蟑螂會吃肥皂喔 蟑螂會吃肥皂 但是很特別的是 因為他的氣孔 是在他的那個 腳這一側的 這邊有氣孔 然後呢 你今天如果用肥皂水 噴在他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真的很快就會死掉 因為就是他的 他的那個 他這邊 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你今天沒有噴肥皂水 你把他丟到水裡的時候 他還會在那邊游泳 還會在那邊游來游去 然後也不會死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氣孔當中 是有油脂的成分 所以他會防止那個水進去 所以他還是可以 他可能稍微爬到一個地方 就空出來 就可以呼吸了 OK 但是呢 你如果今天要噴肥皂水進去之後 他會融化他氣孔的那個油脂 會塞住 會把他氣孔塞住 塞住了之後 他就沒辦法呼吸 就死掉 會是這樣子的 不然的話你今天 據說那個蟑螂的頭 你把他砍 不小心把蟑螂頭砍斷 他還是可以活 活好幾天 起碼九天以上 然後到最後 到最後才死掉 為什麼死掉 因為沒東西吃 因為他沒有頭可以吃東西 才死掉 所以蟑螂是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我剛才講說 那個蟑螂 蟑螂殺蟑螃 一個是那個 但是你總不能 蟑螂在那邊爬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噴肥皂水 所以你噴肥皂水 是應該是把他抓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才開始噴吧 還是 你就追著他噴喔 那不然你能怎麼弄 我教各位的方法 我的方法會是 我看到蟑螂 我通常一看到蟑螂 我就開始去踢他 我就把他追過去 把他踢他 踢他之後 那個蟑螂就會被我一踢 因為用力一踢 他就會有可能會去撞牆 撞牆的時候 他就有點會暈 他就整個躺在地上 就會暈 暈了之後 我這時候就可以 耗枕以下的 拿著一個衛生紙 然後拿過去 放在他兩排腳的中間 他就會想要翻上來 因為他頭暈不好翻上來 然後所以呢 這時候你拿那個衛生紙 放在他兩排的腳中間 他就會抓住 抓住可是你知道 他那時候頭暈 他不會 他沒辦法很快爬 所以你趁他抓住的時候 好我就慢慢拉拉拉拉 拿到馬桶 丟下去 那別急著衝 因為衝到下水道之後 他又有得爬上來了 他就可以再繼續翻炎 所以建議各位 丟到馬桶之後 這時候就開始弄肥皂 去弄肥皂水 弄一些肥皂水再倒下去 那你就看過沒多久 他就掙扎不了 就死掉了 OK 所以真的 殺蟑螂有很多方式 但是各位不要以為 蟑螂 我們看他真的覺得很 那個很噁心 然後很那個 他也有用處的 各位知道嗎 說不定各位曾經都用過那個藥 是從他的腸子提煉出來的東西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雲南白藥 裡面有 甚至不是有人噴嘴巴 雲南白藥什麼的 據說有部分的東西 是從蟑螂的腸子提煉出來的 這部分是那個法醫講的 法醫跟我講的 他說雲南白藥裡面就有成分是那個蟑螂的腸子裡面的東西提煉出來的 但是提煉的你放心啊 放心啊 提煉出來就是 當然是一定是無菌的東西 或者什麼樣子 所以不要小看那個 那像蜘蛛也是一樣喔 蜘蛛的那個絲喔 是非常非常韌的 蜘蛛的絲非常韌 真的有時候那個什麼 像我在平鎮那邊有一個房子 就是那個有一個小庭園 那時候那個什麼 常常蜘蛛就會在 我們大門出去的那個樹跟樹之間就開始結那個絲 有時候我不知道晚上我要走出去 走出去的時候不知道 然後整個那個絲就會 臉就會怎麼碰到絲 我整個人這樣碰到絲之後還會彈回來 還會有一點彈回來 對不對 所以那個絲 當然是可能是我的立即反應 因為碰到絲馬上第一個反應就是那個 但是那個絲還是蠻韌的 我這樣碰它不會斷掉 那所以現在那個很多那個絲啊 人家拿來做什麼 幾個作用 絲有些人拿來 如果你有傷口 有些人會拿幾段的那個蜘蛛絲 放在你的傷口那裡 然後再塗上一些藥 那個你的傷口很快就會癒合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你的絲很韌 然後絲又很輕 所以很多人現在把那個蜘蛛絲拿來做防彈衣 做防彈衣 所以那個蜘蛛的 你知道嗎 那個在台灣有一個 大概兩年前還是三年前 有一個發生的事情你知道嗎 人面蜘蛛各位都知道吧 人面蜘蛛 在野外然後你看到那個很大隻的 那個人面蜘蛛 它是母的 它是母的 然後那個人面蜘蛛 你大概看絕對不會超過一個手長大 都小小的這樣子小小的 也算大了啦 所有蜘蛛裡面看起來已經算蠻大的 那最大當然也有看過大概 差不多將近一個手長大小的 你知道嗎 現在人面蜘蛛 在台灣的紀錄當中 曾經抓過多大的東西嗎 在花蓮 就是這兩三年前 在花蓮 曾經人面蜘蛛抓過最大的東西是 無頭翁 無頭翁你把它想 有點類似 像我們 文鳥各位可能多多少少有看過吧 就按照愛情鳥 那是比較小 比牠還要再大 大大概 1.5到2倍 無頭翁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被那個人面蜘蛛用絲纏住 然後牠會掙扎 牠會掙扎 你知道蜘蛛是怎麼吃 吃獵物嗎 蜘蛛不是用咬的去吃獵物喔 蜘蛛是 牠是去注射 牠會注射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就是麻醉 讓那個獵物麻醉 第二個東西是消化液 那個消化液會把牠的 可能牠的內臟化為 液體類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牠在用吸的把它吸出來 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說 那個花蓮那一次事件 是有一個很喜歡在拍生態的人 本來在拍別人的生態 拍拍拍拍拍 然後中間休息的時候走到一個地方 居然看到那個 烏頭翁被整個那個蜘蛛絲纏住 然後那個人面蜘蛛絲待在旁邊等 其實人面蜘蛛是很膽小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你手過去 那今天那個蜘蛛過來 如果你假設突然被咬一下 你放心啦 那咬一下都不會死的 蜘蛛咬一下不會 因為牠只是就是要注射 那個一個是麻醉 麻醉的跟那個消化液 可是麻醉也麻醉不了 你那麼大的一個個體 那消化也不可能 你一弄 一注射進去 你就整個都變液體了 那什麼化骨綿長這樣 不會啊 OK 所以呢 那時候就是說 其實人面蜘蛛也有很好玩的地方 因為我們通常在外面講生態的時候 我們就會希望講一點比較有趣 讓大家不會 對某一些大家恐懼的東西 還在恐懼 像人面蜘蛛是非常膽小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一個風吹草動 它第一個動作是趕快先躲到旁邊 往這旁邊去躲著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曾經做過一個 但是 講了之後各位不要到野外就開始 一直對人面蜘蛛做這種事情 是什麼呢 比如說你拿一個枯葉 好 你去把它黏在它的蜘蛛網上 然後呢 它第一個當然會稍微嚇著 把它躲到旁邊 稍微看一下 看一看一看之後 沒事了之後 因為有幾種狀況 可能是獵物上網 那當然有可能別的東西碰到了 所以它可能稍微嚇到一下 或者它可能會躲到旁邊 靜待一下 沒事情之後 它再走過走近看那是什麼東西 那當時如果是獵物 它就會再吐一些屎 可能把它殘住 好 讓它比較不動了之後 這時候可能再過去注射 麻醉跟消化液 然後呢 如果說它 它 發覺它是像 剛才我說葉子 枯葉的時候 你知道它就會想辦法 把那個枯葉給 吐掉 它就開始慢慢 吐吐吐吐 然後把它弄掉 弄掉了之後再回到原位 做好 好 因為那個蜘蛛網 它盡可能會結在通風處 風會吹過來的地方 才有可能把它的某些 那個浮游的一些獵物 直接吹到它的網上黏住 但是當然相對的 什麼葉子啊 什麼那些東西 很容易被吹上來 可是吹上來就很明顯 沒有任何東西 在對獵物來講 沒有任何一個葉子 固定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人民蜘蛛 會想辦法把它 吐吐吐吐吐吐 把那個葉子給吐掉 所以它的那個網是 會盡量很乾淨 可是你盡量很乾淨 你又再仔細去看 它的網的周圍 可能還會有一些 比較小的動物在裡頭 那是什麼 有一些寄生的蜘蛛 比較小的 在它邊緣 但是你再仔細看 有一個是 紅色的蜘蛛 大概 你看我這樣四個子頭 都出來的 這樣小小的 這樣子 那是 公的人面蜘蛛 公的人面蜘蛛這麼小 這麼小 很小 所以呢 那個人面蜘蛛 你看母的蜘蛛 人面蜘蛛這麼大 公的這麼小 所以呢 有時候喔 那個 人面蜘蛛交配完之後 母的就會把公的給吃掉 增加蛋白質 那當然 你知道 有一次 這個就是我們在太魯閣那邊 在 有一次在做生態訓練的時候 老師就講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所以呢 慢慢演化了之後呢 公的也很怕他自己會被吃掉嘛 會被那個母的 交配完之後 就會被母的吃掉 那很划不來啊 所以他就會把他的金囊 弄在他的前腳 弄在他的前腳上頭 然後呢 就這樣拖拖摸摸 跑到母的 附近 就開始 好 交配完了 趕快跑 結果你知道啊 我們太魯閣的解說員 結果就提出一個問題說 老師 那這樣子 這個公的不是就沒有爽到了嗎 老師就回答 他一問你 你到底是要生命還是要爽 你選擇一個 所以 其實 了解這些東西是 蠻有趣的啦 就是有一些 蜘蛛啊 跟蟑螂的東西 各位 理解之後 我真的是 蜘蛛長的是比較可怕一點 但是 他畢竟只是外觀可怕 其實他對人來講 大多數是異從 而且目前在台灣的蜘蛛來講 幾乎他的毒性 是不太會 會 會 而且 而且我看過一個文字說明是說 那有一個紀錄 報導說明說 全世界的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紀錄 蜘蛛有毒死人的情況 沒有 目前沒有 所以各位不要太擔心有關於蜘蛛會不會咬了人 然後會有中毒的情況 在台灣基本上你是可以很放心 那我剛才說 那個花蓮的 不是那個 那隻鳥被 那個烏頭被那個蜘蛛纏住 那個生態的人就在那邊看 就看那個 鳥在那邊掙扎的時候 然後那個蜘蛛 因為吐了很多絲把它纏住之後 然後那個鳥在掙扎的時候 然後那個蜘蛛就趕快偷偷摸摸 跑到那鳥旁邊 注射一下 然後再趕快跑回去躲在旁邊 再進關 然後那個鳥就被注射了好幾次 然後之後就有點昏昏沉沉的 然後呢 後來昏昏沉沉就不動了 就停在那裡 那蜘蛛也不敢靠近 然後結果後來 那個什麼 那個生態的人 他想說 趕快再去拍其他的東西 他就再回去拍 拍拍過一陣子 再回來看的時候 蜘蛛也不見了 鳥也不見了 可能也許是有路過的人 還是怎麼樣子 把牠整個弄掉 還是怎麼樣子 所以 但是事實上真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生態循環 你不要認為說 有一個東西 被蜘蛛網網住了 然後那個蜘蛛要吃牠 你覺得牠好可憐喔 像那個蝴蝶 牠好可憐把牠救走 但我覺得蜘蛛也是一重 牠也要生活 牠的生活方式 牠一定要吃獵物 就像各位很多人生活 你一定要吃飯 或者你一定要吃肉的東西 一定要宰殺 宰殺那個什麼 那個動物 你要吃這個肉 OK 所以真的 你如果多去了解生態久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有些這個自然的東西 你不要太去那個 然後就像那個蜘蛛 你不要去害怕牠 不需要去害怕牠 當你了解牠的本質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抱歉毛毛蟲 我可能想到 一講到毛毛蟲 很多女生都可能 你又有毛毛蟲 我真的 像我兩個小孩 我兩個小孩 剛開始看到毛毛蟲是很害怕的 但是我後來我在家裡種 種柚子 柚子樹 其實沒有到樹 柚子長出來之後 自然而來會有鳳蝶來殘暖 然後之後就有那個毛毛蟲 那個毛毛蟲有點像 我們養的蟬 我們養的那種蟬 但是那個毛毛蟲 牠是通體綠色的 很可愛 那真的 那頂多你摸摸牠 牠會吐出一個臭角 就是有點像舌頭 這樣子吐出來 那個是 牠會散發出一種 有點腐酸的味道 然後是讓牠的 那個要吃牠的那個 烈食者 聞到那個味道不好受 不想吃牠 頂多只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覺得後來 聞聞那個味道也都還好 然後剛開始我跟妳講 小朋友很怕那個毛毛蟲 但是我就 我就一方面解釋給牠聽之後 一方面我就拿在手上 然後讓牠看 然後讓那個毛毛蟲再跑來 然後後來我小朋友可以接受 牠也不會怕毛毛蟲了 真的啊 然後另外我 我太太的姐姐 她也有兩個女兒 比較大 大概 那時候國小國中的階段 然後也是一樣 有一次我在他們家門口 就說 欸你們家那個柚子 有毛毛蟲欸 然後他們一聽 蛤毛毛蟲 趕快把牠殺掉 我就開始跟牠解釋 這個毛毛蟲到時候會變鳳蝶 會變鳳蝶 所以然後他們就開始 真的嗎 就開始來看 然後我就跟牠解釋 然後你摸摸牠的頭 牠會吐出臭腳 等等的這樣子 他們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玩 欸玩一玩之後 他們就開始拿著照相機 開始在拍照 做記錄 那我覺得 真的 你不了解牠 你就會覺得牠可怕 可是如果你 講穿了 你了解牠的時候 你會覺得牠是很可愛 OK 好 這個差題差很多 來 另外呢 這是最早 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 本身 這個 太坦上面 有大氣 是一個很特別 還有湖泊 海洋 它主要都是 甲烷的成分居多 OK 那 另外一個 後來後期之秀 就是這個 土衛二 這個土衛二 有什麼特別呢 發掘 它有一個像是 美國的 那個什麼 老中石溫泉 那個噴泉 一段時間 它會噴泉出來 它也是喔 一段時間噴出水 會噴出水 然後噴出來之後 因為噴到宇宙當中之後 就是宇宙比較冷嘛 噴出來之後就結冰了 這個冰塊還會飄到 剛才講的土星環當中 所以土星環是什麼 現在回頭來講 什麼是土星環 土星環其實是眾多的 碎石塊 以及冰金的結合體 碎石塊跟冰金的結合體 那你這樣看 這樣看也不像碎石塊跟冰金啊 這些是 因為它很小 然後再加上它很多 然後它今天反射了太陽光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一個環狀的情況 OK 老師想問那個 泰坦有多大 它跟地球比沙 它比太 那個比地球小 比地球小 但是比水星大 比水星大 OK 我這邊沒有寫它多多 我沒有寫泰坦多大 你會覺得說那個 泰坦不是都是那個 英國人他們講說那個 那個什麼 像比如說 泰坦尼 那個什麼 鐵達尼號 那個要怎麼唸 泰坦尼克嗎 還是 好 OK 對 泰坦尼克 然後那個都代表是非常巨大的意思 對不對 但是 雖然它命名這個泰坦 但是事實上是 泰坦是 土星的衛星裡面 最大的一顆 所以它命名泰坦是這樣子 但是它事實上 跟地球比起來是小 但是跟水星比起來是大 那為什麼它特別就是會有大氣層在 但是 命名 命名都是 發現了先後開始命啊 有可能前面命名沒想到 我是問說那個大氣層 就是它為什麼會有就是 夾彎組織大氣層在 遍布在 喔 你說為什麼它周圍會有大氣層 這也是大家很好 聽聞學家很好奇的地方 因為 它的大小 其實 但是你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像 像比如說太坦 它為什麼上面有大氣 那 今天 你說 因為 像我們地球大氣存在 是因為我們大氣的重力 足以 keep住 那些大氣層的東西 氣體 可以把它keep 可以引力把它吸住 那像月亮上面就沒有大氣 因為月亮太少了 對 它的質量太小了 不足以 如果 因為有人有突發奇想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在 那個什麼 那個 像火星 我們講火星好了 火星現在目前是很吸薄的二氧化碳 那有些人就在想說 那吸薄的二氧化碳 那個什麼 等於說它不能 第一個它不能保溫 保溫效果不夠好 第二個是 那個什麼 比較不太能夠阻擋外來的天體的撞擊 所以有些人就想說 那如果我們今天人到這個火星上 不是就稍微比較危險了嗎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 想辦法觸發 它地殼裡面的二氧化碳出來 讓它的濃度更大 可是 當你濃度更大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 它一連串的效應一直會引發 到時候那個二氧化碳會一直跑出來 一直解離出來 就會危險 所以這個 但是 但是現在就是說 有幾個好奇的地方是說 泰坦其實也不算大 真正跟其他行星比起來 也不算大 為什麼它可以有大氣 那像我剛才講 我們上個 禮拜一講的那個 木星的衛星 Ganymede Ganymede 就是加尼美的那顆衛星 第三顆 木衛二 比它還大 比泰坦還大 可是木衛二 木衛三上面 沒有大氣 它有大氣 這也是天文學家 比較好奇的地方 這就是天文學家 一直想要去探討 為什麼它可以 keep住這個大氣 而且它的大氣成分是加碗 OK 所以不錯 你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好 那剛才講過說 Enceladus 它最主要的 特別之處 是因為 它會噴出水冰 而且噴出的水冰 第一個 重點是水冰 水 聽到水 我們人如果移民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怕沒有水喝了 因為你不能到這個地方去 我們只能喝甲烷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這個地方 你還可以有水 我們人類可以生存的水 大家就 天文學家就很好奇 然後它的第二個是水冰 又是貢獻那個 土星的環 的主要來源的其中之一 你看那個 它的衛星在旁邊 然後居然可以供應它這邊的水冰 很特別的 好 再來 天王星 天王星開始呢 就是我們肉眼沒辦法直接看到 必須要透過望遠鏡才看得到的 OK 所以你看 我們中國最早看的 就只有金木水火土鬧無刻 那這個是後來的人才發現的 那這個發現的人也很特別 這個發現的人喔 是叫做威廉赫歇爾 他原本是德國人 威廉赫歇爾他原本是德國人 然後呢 他是 德國的樂理師 然後後來 到英國去 那英國的那個 國王 應該算國王吧 叫做 那個什麼 那個 好像是叫 喬治 喬治三世 那時候的那個 英國的國王 叫喬治三世 事實上就一直 資源 因為那個 你當樂師賺不了多少錢 所以呢 那個什麼 那個英國的樂師 那個什麼 那個喬治三世 那個算國王還是皇帝喔 就支援他 很多的經費 以至於他還可以 去做一些天文的研究 他是 他是業餘的天文家 可是他做的 他那時候 研發了很多望遠鏡喔 他把望遠鏡做的非常的好喔 所以他是當當時 望遠鏡做的最好的一個人 最有名的一個人 那這威耶赫歇爾呢 就在這個 1781年的時候 欸 看到了這個 這顆星 找到了之後呢 欸 他那時候找到這顆星呢 為了感念 喬治三世 驚援他 所以呢 當時他有意想要把這顆星 命名叫 喬治星 就舉 就舉 就是大還有什麼東西 好 好 馬上去民家喬治星 可是後來很多他的友人 跟他建議說 呃 你看那個巴拿行星 那時候沒有巴拿 就前面的五大行星 都是用希臘神話的名字命名 所以你不能例外 你一定要用希臘神話的名字去命名 所以他後來就取名叫 Euronus Euronus Euronus是誰呢 Euronus Euronus是 是天神宙斯的爷爷 那结果 中国的翻译 其实是翻错了 应该翻成天公星 因为是天神的阿公 不过我们现在叫天王星 那天王星呢 它距离太阳是19.2的天文单位 主要的成分是氢跟氦 那也有一点少许的甲烷 所以它在那个远度 然后再将反射的结果 我们看到的是蓝绿色 那看了这张图周围 是不是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环 有没有 所以天王星也是有环的 OK 然后它倾斜90度 倾斜 所以我说天王星是躺着转 躺着转的 好 我们再把海王星讲完再休息 来 海王星 海王星的发现也很特别 海王星的发现是 其实那时候牛顿的力学 牛顿的那个万有引力定律出版了之后 大家才开始会去计算很特别的东西 因为呢 我们本来把那个几个行星在转 很多人在观察这个 刚才的前面那个天王星 它不是很顺畅的这样子在转 它还会这样左右摇摆 就是在转的时候还会左右 前后晃 很奇怪的事情 你天体上如果没有其他的外力 照理说它就是照着一定的轨道在走 但是它居然会前后摆动 所以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一定是外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影响它 所以当时人家观测它摆动的情况去计算 结果呢最早刚开始是有一位英国的研究生 叫做亚当斯 英国的研究生 他就算出来 他觉得在哪个地方 他就把它写了那个paper 交去给英国的一个天文台 给那个台长看 说可能在这个天王星以外 还有一颗星 我算出来在哪个位置 可不可以去观看一下 结果天文台还想说 你这你只是一个研究生 一个矛头小子 你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东西出来 不可能 他就把它的论文就把它丢一遍 也不想看就把它丢一遍 结果没多久 法国的乐威严 有一个天文学家 法国的乐威严 也是一样 算算算 他当时算出来 在宝平座的某个位置 有一颗特别的星 应该就是在天王星以外的另外一颗星星 他算出来之后 他很聪明 他找了他一个好朋友 在德国的马赛天文台 所以他就趕快找他的朋友说 你现在在天文台 你帮我去观看 这个东西 看可不可以看得到 结果当天晚上 这个他的在德国马赛天文台的 这个友人 就看到了那个 这颗星 所以当时他一发表之后 这个 法国发表了之后 本来想把这个 等于说发现这颗星的人 要以乐威严跟另外一个那个马赛天文台观测的那个人 同时发现着挂他们两个名字 就公告公布出来之后呢 英国的人看到之后 这个东西好像那个台长看到之后 这个东西好像似曾相见的感觉 结果他就赶快去翻箱倒柜 翻出一个 就是那个亚当斯的配合出来 赶快仔细看一下 发觉他也是算这个 差不多的东西 差不多的位置 赶快公告出去说 我们英国的研究生已经早就有发现出来 所以他赶快再距离地移针 那到最后呢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是完全不认识的 乐威严跟亚当斯是完全不认识的 所以呢 后来发现者 台王星的发现者是挂英国的亚当斯跟法国的乐威严 在1845年的时候发现 所以有人说 台王星是笔算出来的行星 用笔算出来的行星 就这一团 然后呢 那这个呢 台王星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呢 它有像气旋的大岸斑 你要不要仔细看 它有一些大岸斑 甚至有一些白的 OK 这个 跟沐昕的气旋有点类似 那个大红斑有点类似 不过呢 这一张照片 是当时航海家2号拍的照片 以现在的那哈勃望远定去观测它的时候 后来发觉 这个大岸斑 甚至还有什么 南半球有一个小白斑 叫做Scooter 有一个 速克达 就我们那个摩托车速克达 速克达就是这个Scooter 代表很快 可以骑得很快的意思 它事实上就叫Scooter 现在这些都有消失了 而且还在别的地方 又重启了一个 岸斑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可能它在它的内部 是有硬壳的地 所以它这个岸斑 在冲击到某些地形的时候 会被打消掉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又可能从哪个地方 又生出一个出来 所以 有人说 我上次 所以跟各位讲过 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 木土天海这四颗星 我们叫做类木行星 基本上说它都是气体行星 但是 天王星跟海王星 海王星跟刚才前面讲的天王星 有可能 据天文学家估设 有可能它的内部 是有一个硬壳的地 才会导致你的岸斑 有时候消失 有时候又会起来 OK 好 好 到目前为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